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羊 我给你们说 这两天总感觉有什么人一直在背后跟着我 但是我转头的时候又找不到人了 背包里面的东西也莫名其妙地丢 我刚刚去挖了一背包的沙子 就是要看看什么人还能在我的眼睛底下把握的东西偷走 你们先别出声 等等看 我去 你是什么本领啊 我看着的都能被偷走 哦 我好像发现了一点规律了 只要我的血条上方出现了这串英文的时候 背包里面就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一件物品 而且消失的物品不是只消失一个 而是背包里面那一格里面所有的物品全都会消失 让我感觉好奇怪啊 可是我今天答应了小月 要给她挖钻石的不能食言啊 在这种动不动就会有物品消失的情况下 获得一颗钻石应该很难办到吧 嗯 那就把这个当做今天的挑战吧 获得一颗钻石 嗯 先挖点木头吧 既然每次被偷走都是一整格的物品 那我们以后获得的所有东西都把它们分堆放 就算丢了一堆还有另一堆来捕获 这样就不会出现那种一下所有物品全都被偷光的尴尬情况了 好 我们走 诶 我刚做出的木稿就被偷走了 瞬间就消失了 这什么情况啊 诶 算了 先从这个荒洞下去吧 等需要挖石头的时候再做木稿 不然一做出来又被偷走 那就太贵了 诶 这个框头还不错诶 有煤矿和铁矿 诶 这样铁稿就有着落了 呃 现在是时候做一把木稿了 咱们直接就能挖旁边的石头做石稿 我去 我刚刚才做好的啊 还没在我手里面捂热呢 就又给我拿走了 天呐 感觉做稿子都用了一百年的时间了 诶 你这直接从我手上拿东西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诶 是bug了吗 木稿怎么突然变成石稿了 诶 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稿子没被偷就行 我觉得被偷走的东西啊 都是放在我背包里面的或者物品栏里面的 掉在地下的东西应该不会被偷走吧 那我们挖出铁矿就先不捡了 等过会儿做好了炉子 再捡起来直接放到炉子里面烧 减少这些材料在我背包里面的时间 就能有效地避免材料被偷走的恶运了 地上的材料应该够了 先剪点石头做个炉子 然后赶快烧铁矿 我这个计划简直天一无缝 完美 我想想看啊 过会儿下矿的话是需要火把的 现在煤炭有一点不太够 再弄点煤炭做点火把好了 铁矿应该也烧好了 再做个铁矿 OK 现在装备齐下来 我们出发去寻找断石吧 直接往下开挖 嗯 这么快就找到地下矿洞了吗 哼 这也太快了吧 哦 原来只是地下一个小水塘啊 我还以为幸运女生要眷顾我了呢 看来还是得往下挖啊 诶 挖通了呀 这次应该不会错了 已经挖得挺深的了 诶 这边的水流里面居然还有鱼诶 看来这个水流的根源应该是大海了 嗯 那就是钻石吗 哎呦 太棒了 走走走 不过我刚刚挖下来的时候 铁矿又被偷走了 只能就得再做一把了 还好背包里面的材料是分对放的 没有被一锅端走 出来吧 铁矿 钻石 钻石 我来咯 嘿嘿 一共挖到了六颗钻石 诶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打走了一颗吗 你这就太过分了呀 教育全切烹地烹地烹 Joo 教育要 Programm